下一把 安逸的皇帝之主 阵容的话 大副入练 勘探加祭司 好 这个阵容好 这个阵容乾坤大挪移 入练师加祭司 这个阵容对于穷者来讲上限非常高 而且新赛季 如果对面是四黑 安逸 这把 我不是说看好谁 我只是说这把穷者这个阵容还是蛮有说法的 入练师这边的话 灵就是 放在这个点 触手没拍到 直接放狗了吧 这入练师有点卡的感觉 进医院吗 失一刀进医院 这把有一个什么点呢 第一入练师的灵就没有放在医院二楼 第二点呢 就是祭司没有在中场去布祭司的洞 所以说这入练师等于说就是要靠自己溜 靠自己溜有点溜不动的 祭司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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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的话 我们先看这边啊 一根触 哎 这根触手没拍到 往下一跳 这边落地 跟上去有了 这一刀 嗯 整体上来讲这把穷者有点难打的 他们并没有像我想象当中呢 就是开局能打出非常多的牵制和一些比较好的配合 就牵制呢 正常的绕了几圈 但也没有牵制出什么东西 然后呢 配合的话这边就更别说了 可能不是死黑吧 但看待员这边过来了 大副是我不救人 看待员救人 啊 看待员救人 这边的话一刀打逼你救人 前面的话有出手 看下这边人救下来以后出手 直接拍 没拍到 看待员这边交出飞轮 入列师 位置被压住 没飞轮的 直接倒地 完了呀 这入列师 你灵鹫交不交呢 灵鹫交了就在脸上 不交的话大副机子还没修完 就得赶过来 交了 嗯 这边交了的话 想一想 祭司刚才那边有没有洞留下来啊 如果有遗产洞 穿个洞 然后看待员保一手 可能 也没有 这边 打完 我都感觉这把是一个多抓了 因为穷者这边祭司 看待员的机子都被干扰到了 唯有大副的机子修完了 你比码机总量加起来多少 两台半一个人挂飞了 对吧 他手里面还有只狗的 这边把入列师挂飞以后 狗一放 这边把看待员一咬 没有去管看待员 看待员的位置不好 抓祭司也行 骑这边远程放狗都可以 再补一个触手 先把洞打掉 好 压住位置 那这样必吃一刀了 再穿动 野心 这边是遗产机啊 一拍 触手 再压 好了 倒了 机子是完全的不够 机子是完全的不够 勘探员这里 没什么没什么操作机会的 这勘探员半选 大副来救人 套上薄命 勘探员这边的机子 算 这台机子 哟 这里还有一台呢 踢墙这台机子还没人修 放狗 去找大副了 那这大副还有吃双刀啊 感觉 出手 拍 勘探员这边被迫过来救人 我还有出手 我压这边的位置 勘探员刚才飞轮交掉的 不知道飞轮CD好了没有 看一下飞轮CD好了 这边 拍 我的老天爷 再补出手 蓄力刀 哎呀 再拍 追着打 哎 你有点猛啊 哎呦 这看他也打的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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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翼之主打的 打的有点不像黄翼之主啊 怎么这么凶猛啊 黄翼之主 在我的印象当中给他的一个定位是那种重型坦克的感觉 他推进的一个速度会偏慢 这把节奏怎么这么快啊 可能还是在那个操作不在一个层面上面啊 毕竟大哥对吧 上了赛季打到赛季末结束的时候 还保持S290几的胜率呢 今天他说要给我们看一下他的其他手的屠夫 到时候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话看他 哎 大副有快怀表 大副有快怀表 这快怀表 黄翼之主这边的话通过触手找人 然后15秒以后有放狗 大哥你进地下室就不太好了呀 这进地下室还怎么走啊 看到了 看到了 直接冲地窖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有个怀表嘛 但是黄翼之主这边可能跟过来以后会狗咬住你 你也跳不了地窖 还是有点难 哎 这个阵容呢 其实是蛮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阵容的上限很高啊 你看这几个角色对吧 每个人在过程当中 如果说把自己的一个角色上限发挥出来 不敢想象